73年前老美一声招呼啊 说遥远的东方有个半岛 我们要三个月打下来 然后呼啦啦的来了20多个国家 20多晚了啊 甚至连卢生堡这样的国家都来了部队 最后的结果当然大家看到了 是吧 打了三年最终和谈了 但是后来我们说 越南那边你怎么折腾都行 但是不能超过北纬17度线 所以美军从来就没有过过这个线 为啥 因为当年统一样是在那个地方划了一条线 他们过来了给打回去了 是吧 33年前又是一声招呼 说中东有个叫萨达姆的 不听话 干一下子 竟然来了39个国家 60多晚了 那个一虎百印啊 甚至包括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面对号称世界第三的军事力量 他们只用了几个月就把对面打趴下了 那个时候他们不会想到有今天 三天前呢 他们又来了 说要组一个叫做红海护航联盟 针对的是也门的胡塞武装 因为这个武装那种袭击红海的船只 对吧 他们很不爽 你们来猜一下来了多少个国家 多少个病 西班牙说 哎呀 算了 哥 家里老百姓都反对了 不缺了 荷兰 丹麦 加拿大 他们说 没问题啊 必须参加 我们派几名参谋过去 帮你们策划策划 船就算了 倒是有说拍着胸脯说带兵来的 意大利说 哥 我过来 但是时间上呢 别急 我安排一下子 法国说 老哥 我有艘船在那里 我可以参加 有一艘 有一艘 不过呢 指挥权归我自己啊 不归这个所谓的护航联盟 英国也差不多啊 也去了一艘船 毕竟老大的上吗 场面上必须支持 所以啊 最后折腾了半天 来了两艘船啊 而且那两艘船 原来就在这里护航的 要知道 嗯 这次是过去护航 是打打无人机的 他不是真的干架呀 老美呢 在中东的铁杆盟友沙特 也明确的说了 不去啊 这次打死都不去了 野门的胡塞武装已经摊牌了 我只要去 他就炸我油田 不去了 你们猜 是大家更愿意站在正义的一边呢 还是那个 招呼大家打群架的人 他不行了呢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从来不相信这个地球上的道义和公正 对吧 只相信实力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在1993年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叫做银河号的船 同样是在中东那边运货 然后就被美军逼停了 说这里面有违军品 不乱走了 过程我就不多说了 说白了就欺负你 那时候船上在海上漂泊了30多天 直到他们检查放行 才起航 第一次听说的人也不用生气了 因为就在现在 就在今天 当全世界大部分的栓船都不去红海了 就在那个美国派了好多金券游荡 随时准备开火的红海 有一艘船正在那里慢悠悠的走着 这艘船也叫做银河号 只是这艘船更大 10万吨几 属于中国远洋 嗯 很巧在30年前那艘被逼停的银河号 也属于中国远洋 那这时候我脑子里飘来五个字 你动我试试 好了 明天中午直播啊 可以聊聊那边最新的一个形式 大家也可以直接预约 好吧 明天见 明天见